现在一到这个夏天 价里的电费也是越来越多 为了解决这个用电问题 今天花了20块钱 购买了一个风扇的电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这个马达用一根皮带来带动发电机的转子转动进行发电 因为我们这个发电机是要通过转子转动才能进行发电的 看到这里可能有的朋友会说 这个马达也是需要通过电池的电来转动的 不太实用 但是我们这里用这个马达主要是方便给大家进行一个演示 实际发电的时候 我们只要想办法令这个电机的转子产生转动就可以发电了 比如说人力发电 或者给它装上一些扇叶 然后利用风力来发电的 我之前也是有发过一些风力发电机的视频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我头像到我的其他视频看一下 到这里这个发电机也就全部制作完成了 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它的发电效果怎么样吧 找来一个灯泡试试 可以看到通上电源之后 也是马上有点亮 这样一款发电机是比较小巧的 制作也是比较简单 带动一些家用的小家电 基本没什么问题 就是不知道一个月能节约下来多少电费 本期视频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如果大家对这类手工改装比较感兴趣的话 可以给小编点点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